主机长会是货金门面线自己煮一包就是20元 但还是没有啊 为自己辩驳政院也说物价跟农委会和经济部比较有关 只是朱泽民也马上被起底他去年的财产申报 和太太共有存款1300多万元 大安区还有一块98平的土地 另外两件物有价证券108万珠宝都在太太名下 看来是个爱太太的好老公 那会不会是因为这样不常买饭菜 而且看看资历担任主机长五年 也曾做过中央健保局总经理 职业生涯大多都在学校 面线到质询完也都还没被拿走 只是现在又有网友揪出主机总处9月的新闻稿 说统计到今年7月底 工业服务业平均薪资所得是55757元 有这么多吗 基本薪资5万不是怎么回事 那个是实际的资料 包括下面的这些零售等等 那到金融 律师业 会计师业 所以是全部的部分 这跟基本工资的议题是两回事 那不就还好美华部长有解释 朱泽民再扣一分 TVBS新闻 刘立成 韦佳琪 钟英伦 谭英伦 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